今天的第一條片當然就是要先講一場大戰 歐聯八強來了 第一場會看見的賽事 就是祖雲達斯主場隊王家馬德里 雙方都是用了4-3-1-2的陣式 王馬那方面 其實就用了兩個我都賽前所講的比較慢的球員 包括伊斯高 以及賓士馬 我賽前就說我想見到的是阿辛斯奧和巴爾 他們倆都是先列後備的 正選陣容就是他們倆搭著斯朗 進攻的鐵三角 明顯都是見到斯丹都是繼續 沉溺於成功當中 用上季拿歐聯冠軍的那套方程式的4-3-1-2 而且一開波都已經見到他們是進入了主攻陷阱 因為始終只有三個進攻點 但是他們的球員速度支配力 是不能夠盡快完結到攻勢 所以猜猜猜猜猜 就會進入了主攻陷阱 足球理論的上面 祖恩達斯就有優勢 因為祖恩達斯今天的正選陣容是 戴巴勒 拉斯 哥斯達 和希古恩 你會發現 我賽前也說了 就是祖恩達斯的 速率 反擊的 突破能力 這些都是在黃馬的資上 但是 開波兩分鐘 即使黃馬 是進入了主攻陷阱 也好 黃馬入波先 整件事 完全變世格局 先說這球球什麼事 黃馬入這球球是極之容易 是明買明賣 我永遠都說 明買明賣 要入波 99% 是要對方的後防線出錯 其餘的 那個percent 就需要 你自己有能力 突破足球理論 突破足球理論的那一刻 當然是斯朗 其後的倒掛金矛 不過還沒說 講這一球 就是明買明賣 99% 要靠祖記失誤 這次的確 祖記是犯下大錯 還要是大錯突錯 後防球員不去 抹人之餘 還看到 給了 伊斯高 和斯朗 二人組合 加上 人家只有兩個人組合 還要是 地波橫傳 去禁區 裡面 所以 必定是需要 這個祖恩達斯 是完全 鬆散的後防線 才能夠 成功 那麼這個低級的錯誤 我相信連 聯賽裡面的弱隊 都未必會犯 兩個人去看著 這個左後衛 馬歇路 這一道 就已經很有問題 因為你兩個人在 這個 防守區域的右邊 看左後衛 結果 如果 伊斯高 走了進去 偶然走了進去 左手邊拉邊的話 那個位 就會沒有 這一邊的防守球員 去看管 兩個人去看後衛 但是就不去看進攻中場 那就非常之大鑊 因為大家都會知道 後衛危險些 還是進攻中場危險些 小學山都會回答 伊斯高 偶然走到左手邊拉邊 中場中 祖雲達斯的中場中 防守中場 是可以跟下去的 可以跟下去的 但是如果 中場中覺得 我跟了下去 那麼偏 左的位置 就是防守區域那麼右的位置 中間 會少了 防守中場 保護中間的禁區頂 或者 保護條防線 所以 他可能會覺得 那麼瘋的話 我就不去了 但是 就是這次 30號的防守中場 賓坦古雅 如果你不想跟下去的話 你怎麼都要 渴渴 就是這個 迪斯基里奧 或者 杜加拉斯哥斯達 士旦 走一個 下去看 伊斯高的嘛 那麼這裏 很明顯 他們三個人都沒有溝通的 結果沒有人去看 盲眼位 後面 有個伊斯高 是吉的 兩個球員 就只是看著馬歇路 結果 馬歇路找到 伊斯高一比 那就完全 發覺伊斯高空了 可以輕鬆接應 傳中 中間的 斯朗拿道 又是沒有人看 這裏 是第二個 嚴重的犯錯 當時 就有四個 祖雲達斯的防守球員 在禁區裏面 斯朗 和賓斯馬 只有兩個人 所以四對二 這樣都死 也根本完全沒有藉口 那斯朗拿道 輕鬆涉近處 入球 那就完全要歸咎於 祖雲達斯的低級失誤 這個都可以說低級到不可以再低級的了 這個是歐聯的八強來的嘛 不是分組賽 不是外圍賽 竟然有那麼垃圾的防守呢 這一個就是 賓尼迪亞停賽 我知道會削弱祖雲達斯的防守能力 但是我真的估不到 實力是可以差得那麼緊要 加上剛剛開球不夠集中 一輸就輸那些傻瓜 其實這一球 根本應該要防守到 不應該要失 黃馬之後 其實根本都沒有什麼攻勢可以特別做到出來突破條防線 那你就知道其實黃馬今天的進攻火力實力正常來說未必能夠威脅到祖雲達斯的 那捱過了這一球之後呢 王家馬得利其實都會繼續進入主攻陷阱的嘛 祖雲達斯就可以充分發揮到他們的反擊速度 可惜啦 土雲達斯這一次呢 就自己走進去死角度 自己走進去地獄裏邊的 那麼早落後就完全打亂了祖雲的計劃啦 今天的計劃相信就是三個進攻點打反擊的 但是黃馬領先了呢 就沒有那麼多反擊的機會可以打 多了面對著密集的時間 但是祖雲呢 又不可以不攻嘛 那唯有就是要靠球員的意識和努力 盡快完結攻勢打 中短期進攻啦 那五分鐘的時候呢 戴巴拿有運用過他在禁區頂的能力和靈感 做個撞場入禁區 叫做 發生了第一個祖雲達斯有效果的攻援的 那都算是這樣啦 那平心而論啦 祖雲達斯今天的進攻球員都叫努力的 那和本身他們有速度嘛 那所以見到呢 中短期進攻效果不是差 那戴巴拿的靈活程度 亦都令到祖雲達斯在攻勢上的變速能力呢 其實比黃加馬德里是快的 那因為呢 戴巴拿是比伊斯高靈敏更加適合做這個超級連結人或者中短期進攻的伴主角 那麼祖雲達斯最前球員的突破力都比黃馬強呢 那另外呢 都見到基迪拉啦 那今天做第3.5個進攻點 其實很賣力啦 那上半場呢 除了兩次死球 高空軍炸差點得手之外呢 祖雲達斯上半場一直都是依照著足球理論上邊的框架呢 是處於上風的 速度都是快點的 那只不過呢 就是今天一開始就被防線拖累了呢 令到上半場的比數呢 就沒有辦法去反映到整體的戰局面貌的 那皇馬呢 下一個的機會呢 其實一等呢 就要等到35分鐘 是卓奧斯的遠射中美 那皇馬每次控球呢都會進入主攻陷阱的 反擊都不快的 那所以只剩下軟射的而已 那但是祖雲達斯一直呢都是比較有辦法快盡快完結攻勢 那祖雲達斯就是有能力把球呢 是組織入去禁區裏邊的 那雖然啦 看到呢 都有不少的誤傳 失誤發生在祖雲達斯的全球上邊 不過都是要平心而論 就是今天的場地呢 是的確濕滑呢 增加了呢 就是面對著密集的難度的 那下半場呢 祖雲達斯應該呢 要做的事就是加強那個壓迫 那盡量將那個比賽呢 就是大快一點 盡量要令到那個比賽品種變成高速來回球啊 這樣的話呢 祖雲達斯會贏到速度 也都不需要整天都面對著密集 也都可以放大到呢 就是自己的優勢 那而且呢 還要去到下半場一開始就要這樣做了 因為呢 去到下半場的較後階段 例如中美段呢 這個阿辛斯奧就有機會被斯丹 調進來的 那到時祖雲達斯的速度優勢就會沒有了 那所以呢要盡快呢 去增加這個壓迫力呢 在這個下半場的組段呢 或者可以做到一些追平的機會出來 那要增強這個中場的壓迫力 運轉力可以選擇 用的呢就是 馬道迪 那這個是保守的做法啦 就是增強那個呢 就是壓迫力加速的比賽 那但是如果呢 你想進取一點呢 都有方法的 就是直接加進攻點 那在皇家馬德里 依然沒有反擊 速度的情況底下 嘗試打 主攻壓上去的 那感覺上有點薄 但是其實足球理論呢 是容許你這樣做 因為這個皇馬是不夠快的反擊 暫時仍然只有他們三個呢 就依斯高 賓斯馬 斯朗而已嘛 所以依然是可以嘗試壓上去 那可惜啦 祖雲達斯的教練艾力尼呢 半場一些事都沒有做過啊 感覺上呢 就好像只是叫球員 努力點壓迫的而已 但是去到 49分鐘呢 禁區裏邊 又是沒有人去跟死 斯朗拿道又差點死的 那今天祖雲達斯的後防線 真的要回去 好好反省啦 那去到呢 59分鐘呢 斯丹都開始醒了啊 他換入了有速度的球員 不要賓斯馬 要努卡斯 華斯基斯 速度會快些的 那如果當斯丹都開始 醒目起上來 不再做傻子呢 祖雲達斯越來越難打啦 結果去到63分鐘呢 就判了 祖雲達斯死緩啦 那死緩呢 都算是死刑的一種來的 不過就是緩刑 就是不要那麼快執行 沒有那麼快執行死刑的而已 那但是因為呢 塞到第二個作下入球呢 其實都很難搞啦 半死的啦 那這次其實呢 都是祖雲達斯後防送大禮 那我明白呢 草面是濕滑的 高波扔上來落地的話呢 是難以判斷的 那不過啦 基亞連尼呢 和保方的溝通呢 真的不是很夠了 這一次 就不知誰處理這一球球 那結果呢 保方 出了來又 阻止了基亞連尼解圍 基亞連尼呢 就不夠膽去到盡解圍 否則呢 就會跟這個保方迎頭相撞 所以結果呢 他只是呢 計著計著這樣 碰一下 那波就算數 不可以充行大腳解圍 那波呢 就留在禁區裏邊 落了底線 施朗拿到追倒下去 把波給回後邊 努卡斯、華斯基斯後被入替 另一個呢 就是射門以保方呢 都已經薄了條老命去救出來的啦 可惜啦 救得一次 不救得第二次啦 第二次的 明買明賣就沒得救啦 講到這裏啦 明買明賣要入的另一個percent呢 就是有球員能夠突破足球理論 這次就是施朗 這個波當然呢 只有施朗拿到 才可以入得到的 因為跳起的時間呢 除了準確之外 還要高到你不相信 根據統計 或者計算 目測啦 有人就計到呢 就說是 跳起腳呢 倒掛那一刻呢 是達到呢 兩米零三十八cm 那你說恐不恐怖呢 這隻腳都差不多可以入瓶啦 好了 這個呢 當今世上呢 只有施朗拿到 有這個是 騰空力 才可以做得到呢 那他感應第二 就沒有人感應第一的啦 而且呢 波斬進來呢 是波歐了的 所以唯一可以選擇的呢 就是倒掛金歐啦 所以這一次的倒掛 不是玩東西 是有需要這樣做 那又真是可以 這個是施朗拿到呢 可以做得到啦 倒掛都是可以 死角入網 按得個球那麼準 死角 寶方都沒得救 迪基亞都沒得救 紐亞都沒得救 那我相信 這一球球 是我見過施朗拿到 最恐怖 最精彩的入球來的 拍爛手掌的啦 就連呢 在主場的 祖安達斯球迷 其實都拍了手掌的 大家可以留意 今天呢 就輪到施朗拿到 突破足球理論 黃馬呢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辦法反擊 又沒有什麼辦法 中短期進攻 是完全靠 明買明買 而這個球呢 不是普通 盧卡古 投槌 那些明買明買 是要玩到 當今世上 得施朗 可以做得到的動作 絕對就是施朗一個人 突破了足球理論 當然啦 任何球迷都要鼓掌的啦 不過啦 我都要提醒大家啦 黃馬頭兩個入球呢 真是完全靠 祖安達斯送禮的 因為祖安達斯 即是集中那時候 沒有送禮的時候 這個黃馬是沒有辦法的 但是祖安達斯送禮呢 黃馬才有辦法 所以又要送禮 又要突破足球理論 都明顯反映了 黃馬今天的組織能力 他們自己呢 是頑皮的 斯丹呢 是用了比較差的人出來啦 我都講過啦 如果用阿辛斯 用斯朗 搭著巴爾的話 這場賽事 很可能會入得更加多的球 那這次呢 就用了伊斯高 賓斯馬 打反擊呢 都可以大勝 對於黃加馬德里來講 其實不知道 是不是一件好事來的 因為斯丹呢 就會更加沉溺於成功當中的 只有啦 戴巴拿就拿了紅牌 第一個黃牌呢 就是自己插水啦 這個輸了經驗和耐性啦 第二個黃牌就不幸運啦 自己想拿球啦 但是竟然 舉腳過高啦 又剛剛好 對方埋到來啦 變了穿心腿啦 兩黃變一紅的 那這樣呢 就肯定了啦 秋後處決這個祖雲達斯啦 祖雲達斯必死無疑啦 因為下一場球呢 沒有戴巴拿 沒有戴巴拿呢 祖雲達斯呢 就沒有辦法主攻的 輸了三球球你要主攻 但是沒有戴巴拿做 創造呢 那基本上呢 祖雲達斯那邊的所有球員都明白這個道理啦 之後都沒有勢心機啦 輸了第三球球 那王家馬德里呢 九成九進級四強的啦 王馬看來幾順利喔 斯丹就是歐聯之子來的喔 十六強呢 他們見到 艾曼尼這個傻仔教練呢 去到八強又 遇得到 祖雲達斯完全失準的後防線不斷送禮 那相反啦 我在這裡呢 和祖雲達斯來個總結啦 祖雲達斯呢 雖然前面的突破力好些的 有更好的組織能力 撕破能力 不過呢 都是 入不了球啦 那這裡我們都要找些原因的 那除了一些外在的因素啦 例如是心急 或者是場地濕滑之外啦 其實希古恩那個位置呢 不夠級數呢 都有些關係呀 雖然啦 希古恩今天都算是非常之努力啦 亦都叫做表現得不頑的啦 他都叫做可以保護到下個球 做下些支點 不過啦 他始終在禁區頂 那下的決定速度呢 都是比其余世界頂尖的前鋒慢的 那在一些那麼關鍵的比賽裏邊呢 拖慢了一秒半秒呢 其實就差很遠的啦 那另外啦 杜格拉斯哥斯達他雖然有突破能力 但是我始終覺得呢 他那個呢 做半主角的時間多了 也就是說呢 他拿著個球時間久了呢 就變了他會少了沒有球走位插入做綠葉的嘛 那麼突破力呢 他會減低了啦 那所以其實應該呢 把主角的責任全部給了大巴拿的 杜格拉斯哥斯達應該要做多些綠葉的 那所以看回頭呢 這個是古古達道應該會沒有這個 杜格拉斯哥斯達那麼喜歡拿球用的 那所以其實可能呢 這樣看呢 就是想這個是 古古達道會好一點 那佐人達斯的教練呢 反應始終都是慢的 我都說過了 需要半場當機立斷啦 因為對手呢 入的是作客入球來的 你不可以等的了 再等下去呢 就即是變了呢 是坐以待斃的 那麼每次大戰我們都見到呢 艾力尼呢 是猶而不決的 那麼如果呢 消息是屬實的話 他真的走去教車路士呢 這個英超就不同意甲 英超有一共六對強隊 那麼去到英超會連場大戰的 那麼連場大戰裏邊呢 是需要當機立斷的教練功力的 那麼艾力尼呢 看來未有這個能力可以應付到呢 是教英超的 好了這裏呢 就呼籲大家幫手 Click一下廣告 按廣告彈 廣告視窗出來 因為這樣做的話 除了可以 是令到小弟繼續專注做這個頻道之餘 大家亦都可以免費繼續看片聽片 廣告呢有多種 例如呢 大家用電腦看的話 會發現我片的裏邊有Banner廣告 我片的右手邊都有廣告的 那麼大家Click一下它呢 彈過廣告視窗出來就OK啦 那麼另外用手機看的朋友 亦都可以留意 影片的下面的廣告 按一下它就可以了 另外啦 YouTube還會時不時 插入一段 片的廣告 那麼大家除了播完這條廣告之外 還可以在這條廣告的裏邊找廣告Link Click一下它 按一下它 彈過廣告視窗出來的 如果大家用電腦看的話可以留意到呢 這條廣告的廣告Link會出現在左下角的 這個手機看的話就會發現廣告Link會發生在右上角的 那麼下一條片當然會講敗人啦 拜拜 拜拜